中之一就是国际四大时装展全面回归 纽约时装周 伦敦时装周 还有在周一刚落幕的米兰时装周之后 巴黎时装周等不及的登场 那么由时尚品牌迪奥揭开序幕 这里面还有圣罗兰的大秀 在爱菲尔铁塔下登场 2022的春夏潮流 看起来是全面性的社交 全面性的生活样态恢复 现场星光云集 南韩当红女团Blackpink现身 引发了很强大的骚动 巴黎时装周让巴黎人相当的兴奋 当天的市区交通陷入瘫痪 夜空中的爱菲尔铁塔星光异役 一路延伸到前方的走秀舞台上 随着法国时装周重返尸体 才刚宣布明年起 停用动物皮草的圣罗兰 也正式回归展开2022春夏大秀 62款贴身剪裁的秀服 把自由腹肌的品牌个性完美呈现 就连配件也成为焦点 手拿包不再拿在手上 而是帅气地夹在长裤腰上 为巴黎时装周创造全新亮点 舞台之下更是星光云集 包括南韩大红女团 Blackpink成员Rose现身 引发一片惊呼 她同时也是摄罗兰的全球品牌大使 另外还有法国传奇女星凯撒林丹尼弗 英国演员马卡丽等人 吸引大批群众围观 也让周二的巴黎交通陷入瘫痪 稍早前 她由Dior为巴黎时装周揭开序幕 同为Blackpink成员的Jisoo 则是Dior的全球品牌大使 从明星网红到新生代演员 统统不放过这久违的时尚赏宴 秀场所在的杜勒丽花园 外头挤满围观的粉丝 以及大批等着出示健康症入席看秀的贵宾 一进入场内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在绚烂的Disco灯下 摩托尔们不停在秀场围绕转圈 仿佛正在玩一场期盼游戏 就是Dior要请罗百艺术家 帕帕落地合作布置场地 以游戏为发想 用缤纷的色彩 象征空间中的几何概念 也与本季的系列服装相呼应 Dior这次从担任创意总监30年的马克伯王身上寻找灵感 一黄绿红等大胆的用色做基调 搭配独特的剪裁图案和设计 重新演绎196070年代的时尚风格 这场巴黎时装周将持续到10月5号 不少品牌都将回归以实体的方式展示2022春夏季系列服装 至于英国品牌Burberry 这次则以动物本能作为春夏大秀的主题 不但为摩托尔戴上动物耳朵 还穿插风声 铃铛声等大自然的声音 以呼应动物在大自然中的其中一个本能反应 就是听觉 而有别于以往的动物元素 本季显得更为抽象 包括全新的黑白印花 甚至把飘逸的流苏融入到服装里 随着肢体自由摆动 仿佛也为异后的时尚界注入些许柔软力 具备喜欢综合报道